好 我們回過頭去 我稍後就先讓亮哥來講 但是我再提供大家一點訊息 我們複習一下 歷劍A的時候 東部戰區提出了六個字 禁為鎖即毀斷 這次就是到了這個鎖的一個程度 所以下次如果有CDE 是不是就按著這個順位往下走呢 然後這次比歷劍A多了兩個科目 要港要雨封控 什麼是封控 封鎖控制 對吧 就是鎖 還有對海對陸的打擊 已經到了鎖跟急 然後特別的是金門 不在利劍B的範圍之內 為什麼呢 你怎麼看待這雙方的自治 還有好像美國在關鍵時刻 也幫忙踩了個刹車是嗎 我只能說 看法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樣 我覺得解放軍這次是一個科目三演習 什麼叫科目三演習 他自己講了有六個科目 進 為 鎖即 回 怎麼樣 斷 剛好 科目三嘛 他就是演習一個小科目 就是鎖啊 對 就是個小科目 後面那三個都是模擬的 3D模擬 模擬就不真的演習了 對啦 就是模擬 科目三是個梗啊 對啊 就是科目三演習 剛好就是第三個科目三演習 沒有 他以前演練過啦 對啦 對啦 歷劍A也演練過啦 新藥術是鎖 對啊 它就是科目三演習 你要求那麼多幹什麼 所以封控啊 對啊 對啊 所謂的藥港 藥域封控 就是封守港口啦 封守控制 或者是控制海域 空域這樣子而已啊 我們就習慣上講 制空拳 制海拳啦 但是 竟然是科目三 我們就不能要求太多嘛 因為它就是一道菜而已嘛 不是六道菜一起展示 本來就預計好是科目三 對 預計好是科目三啦 對於這樣的一個演習的話 它時間長短是可以有彈性的 我鎖 可以鎖一天 可以鎖半天 可以鎖兩天 可以鎖五天 都可以啊 這是有彈性的啊 我就是不斷在那邊演習 今天也許看到了說 LNG船回頭 也許隔兩天就鎖的時間久一點 看到郵輪回頭 這很正常 因為你那個商船 它是有保險的 那如果說你衝進去人家的演習區 回來保險費搞不好就加倍 沒有一個船公司會那麼笨的啦 那臺灣的這個經濟部中油公司 當然要講點謊話嘛 圓圓謊嘛 哎呦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滿了 所以他就是要回頭 滿了你幹嘛要把船叫來 哪個這種事情 他說他卸貨完要離開 他現在講的是說 倒過來講的啦 反正就是一日三變嘛 委員 但我想問你 你覺得昨天 事實上我們的軍方啊 我們的高層到底緊不緊張 那當然就是說叫國人放心啊 你覺得完全不緊張 為什麼 所以你看到在東部 這個導彈架升起 你在這邊有這個掛彈低飛喔 因為我們是柯木山的附屬柯木啊 我們是柯木山的副柯 他擺出柯木山的架 是我們要配合柯木山 那個做給媒體跟我們國人看 對嘛 你看嘛 他把那個所謂的什麼 在東部把那個什麼 飛彈車子有沒有 架起來 架起來 可是擺在那個什麼廣場上 那個屏東也有 不是 你擺在那個廣場上不是 說難聽一點 上面有什麼 有衛星 旁邊有無人機 一看就被打掉了嘛 怕你拍不到啊 擺在在一起 就準備一起被姊妹的嘛 你看那烏克蘭 都是擺得很遠啊 那是擺坡 擺坡啊 對 擺拍跟擺坡 不然媒體拍不方便啊 原來如此啊 昨天都忙著在擺 人家烏克蘭 都是躲在那個什麼 什麼小山凹啊 或者說比較不容易 偵察到的地方 那上面還蓋很多 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們就大啦啦亮在那邊 來打來打 人家那是實戰啊 所以我們是擺拍啦 掛彈低飛 飛過愛河 市中心啊 對對 我高雄住那麼久 從未看過 對啊 從未看過 那個就是柯木山的舞蹈復刻嘛 只能這樣解釋 半舞 那為什麼不緊張呢 因為大陸有跟美國告訴他說 我要怎麼做 時間可長可短 就看你怎麼回應 那美國就來告訴這個賴清德 嘴巴閉點 那個動作不要太大 然後這邊 哎好你既然沒有什麼動作 我就把時間做個調整 收短一下 也就是美國就做一個通訊人 報備啊 這邊講講那邊講講 勸河嘛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嘛 這個節骨眼 對嘛 這個節骨眼他當然勸河嘛 大陸在這個這個部署的東西 有個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就是說國防部也沒講 解放軍也沒講 就是他的火箭軍在哪裡 在當時的裴洛西演習的時候 火箭軍有亮箭嘛 導彈火炮有亮箭給你看嘛 這次有沒有 沒有 但你有沒有參加 有 對 倒有一些細節 因為細節藏在哪裡呢 就很多動畫 很多這個影片 大陸很多軍事博主 很花時間 一個一個把比對出來 但是我必須要先進一段廣告 我先打斷一下 回來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細節 就是大家所關心的 有哪些武器 有哪些重裝備參與 這次例件B 好 另外我們看到一些 這個設備的部分 第一個TB001雙尾 些這個大家不陌生嘛 過去到我們臺灣來好多次 對付日本的時候 他也會出現 大型的軍用無人機 那他的最大特點 就是他的航時可以很長 那大航程 還有強大的掛載力 他是可以掛載電子干擾吊艙 那他也可以帶小型的自殺式的無人機 或者是飛彈 用無人母機的角色 掛載多架無人子機來升空 所以他的這個操作可以非常的靈活 那當然這也是明星的這個配備 另外還有什麼呢 054A型的這個遠洋護衛艦 殲-11 空井500 轟-6 還有那個傳說當中 大家討論過很久 有沒有來過我們臺灣繞過的 殲-20 這個是第五代的隱身戰機 還有殲-16等等 所以博主一比對 官方所發布的 不管是現場的這個影片 不管是這個模擬的動畫 看到這麼多種 我先問一下委員 稍後我請教一下介大使 委員怎麼看 這裡面主要的就是 殷級這個62事實上 它是一個多 多種載台的一種反艦導彈 它可以在岸上 可以在海上的艦上 也可以用轟-6來載運 但是這種反艦飛彈 不是要打臺灣的船艦 臺灣的船艦不需要用這麼貴的 那基本上是要打美國的船艦 而且這個是一個成熟的 一個武器產品 它大概2005年就已經服役了 所以是經過好幾次演習的考驗 確實是可信賴的武器 那其他的無人機 我們都很熟悉啊 雙尾蝦啊等等 重點就是說 這些沒有登載在 我們國防部的記者會 說明的內容裡面 我覺得才是真的 科目一跟科目二啦 為什麼 因為怎麼可能解放軍的飛機 或者船艦快速部署 快速動員的時候 沒有先經過這個 所謂的遍地轟炸 怎麼可能不可能嘛 你至少要炸掉 臺灣軍隊的什麼 雷達 油庫 機場 還有這個很多的基本的軍事設施嘛 還有這個所謂飛彈基地嘛 你必須少過一片 你解放軍才有可能飛機快速部署 要不然你海警船來 不是被當作什麼把子打嗎 所以這個我們為什麼 我講科目三不是開玩笑 要幹嘛排到科目三嘛 一開始進攻是什麼 一定是火箭軍進攻 不會是飛機 不會是船艦 所以早點出發晚點出發 就不可能在那時候 就那個戰場位置 因為那個戰場位置附近 就是火箭軍要攻擊的 每一個要點 那臺灣有多少 這個所謂的戰略的據點 需要被列為解放軍攻擊的清單 那是很清楚我們自己也知道啊 對不對 數一數就那麼多而已啊 比如說橫山指揮所對不對 大使國防部海軍總部對不對 什麼陸軍地己軍團總部對不對 因為通訊設施也要攻擊 這裡面更沒看到 他還沒從來 到現在解放軍也沒講 他做這些動作電子戰怎麼打 訊息戰怎麼打 網路戰怎麼打 對不對 這個一定是先開始的嘛 先開始鋪蓋了以後 火箭軍來 火箭軍來了以後 空軍再來 所以空軍已經到科目山 我這樣講也沒什麼錯 進一定是火箭軍 不會是其他的 那陸軍是最後再來嘛 最後再來嘛 他有一個節奏 所以有人講說什麼 台海作戰快什麼 快攻快什麼 很快結束 不會很快結束啦 不會很快結束 要一點時間 大陸解放軍不會那麼傻 他以為是跟那個什麼 那個古領土戰儀那一位 解放軍將軍一樣啊 傻傻的什麼東西沒準備 然後說早上出發 晚上回來吃晚餐 哇就死得很慘 解放軍心裡帶著將軍 沒有那麼老粗好不好 每個都經過軍事交易訓練 跟我們台灣的軍將軍一樣 我們台灣的將軍也都很優秀 軍官也都非常傑出 可是他巧妇難為無名之吹啊 滿身廚藝 要沖沒沖 要菜沒菜 要醬油沒醬油 解放軍就是每一天醬油 都弄得很習慣啊 這個是兩邊的軍力的優勢 那這個 所以你說 剛才阿亮哥斯說這個賴清德擺拍 他除了擺拍以後他能幹嘛 他那個三軍統帥什麼也不懂啊 你知道幹嘛 對不對 他搞不好那將軍他都不認識 他怎麼指揮啊 他說靠參謀總長那好笑在哪裡 國安會議沒看到參謀總長 那個待會兒我們會稍微再談 然後國王部長又是個大外行對不對 賴清德也是大外行 就現場沒有專業軍人啊 你這樣講也沒錯啦 這樣講也對啦 我們待會兒把那張照片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們現在新聞媒體上看的 一定是局部 因為他公告一開始講說火箭軍有參加演習嘛 可是火箭軍的部署 你不要以為那個英級62好像按個按鈕那麼簡單 不是好不好對不對 他要把車子拉出來 拉到什麼定點 不會被衛星探測到對不對 要拉到什麼場合 算好這個距離要攻哪一個點 這個傑文局打哪裡 蔡總會打哪裡 郭政官打哪裡 這要部署好啊對不對 那只有一種嘛 我才不相信只有英級62啦 那個所有的火炮部隊 怎麼去架設 這叫演習嘛 那只是他沒有實彈射擊嘛 就是程序完了 今天如果不實彈射擊 檢視一下 傑將軍你那個炮位好像不對啊 回去檢討一下 就這樣就結束啦 因為他會有演習一定會有演習的監察官嘛 他這個演習當然就是有一套 他的這個設計跟想定嘛 因為這次是科目3嘛 大家就按照科目3的方式去走